下一页就是讲的是说呢 数据和现在企业数据的 之间的一个关系 以前的时候 我们用的都是传统的一些数据库 就比如说企业级的Data Warehouse 等到现在呢 更多的是说呢 Data Lake进行的是对一些未来的预测 大家尤其是现在和AI相结合以后 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 我能预测未来发生什么 或者说未来我能够做什么 从过去的数据当中 你能探索到对于未来的一些认知 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方向 所以关于数据的这个需求也好 或者是说它技术方面的这个 都有所提升 然后请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就是说 两种不同的Work Platform Data Platform 以前传统的来说 我们通常用的都是Data Warehouse 是企业级的数据库 然后更多的应用于是BI的层面 比如说BI Reporting 你来实现一些Data Realization 实现一些Report 然后画出一些图表 供大家很直观的去看 然后呢 未来的一个趋势呢 就是和AI相结合 然后呢 是关于Data Lake的一个应用 Data Lake它的那个功能性 比Warehouse要好很多 然后呢 对于数据的存储类型也好 还有一些就是优化 它的Performance也好 都大大的提升 然后这些东西 在咱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都是有涉及到的 以后企业存在的 不单单是有Warehouse的 这种Lake的话 应用的会更加的广泛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数据方向的 技术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对于这种类型也好